创世纪 第八章 神纪念挪亚和挪亚方舟里的一切走寿生畜 神叫风吹地 水势渐落 渊源和天上的窗户都闭塞了 天上的大雨也止住了 水从地上渐退 过了一百五十天 水就渐消 七月十七日 方舟停在亚拉拉山上 水又渐消 到十月初一日 山顶都陷出来了 过了四十天 挪亚开了方舟的窗户 放出一只乌鸦去 那乌鸦飞来飞去 直到地上的水都干了 他又放出一只鸽子去 要看看水从地上退了没有 但遍地上都是水 鸽子找不着落脚之地 就回到方舟挪亚那里 挪亚伸手把鸽子接近方舟来 他又等了七天 再把鸽子从方舟放出去 到了晚上 鸽子回到他那里 嘴里叼着一个心灵下来的橄榄叶子 挪亚就知道地上的水退了 他又等了七天 放出鸽子去 鸽子就不再回来了 到挪亚六百零一岁 正月初一日 地上的水都干了 挪亚撤去方舟的盖观看 便见地面上干了 到了二月二十七日 地就都干了 神对挪亚说 你和你的妻子 儿子 儿妇都可以出方舟 在你那里凡有血肉的活物 就是飞鸟 牲畜 和一切爬在地上的昆虫都要带出来 叫它在地上多多滋生 大大兴旺 于是挪亚和他的妻子 儿子 儿妇都出来了 一切走兽 昆虫 飞鸟 和地上所有的动物各从其类 也都出了方舟 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 拿各类洁净的牲畜 飞鸟 陷在坛上为繁祭 耶和华闻那心香之气 就心里说 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祖地 也不再按着我才行的灭各样的活物了 地还存留的时候 架色 寒暑 冬夏 昼夜就永不停息了 创世纪 第九章 神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 对他们说 你们要生养众多 变满了地 凡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 都必惊恐惧怕你们 连地上一切的昆虫 并海里一切的鱼 都交付你们的手 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 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 如同菜书一样 唯独肉带着血 那就是他的生命 你们不可吃 留你们血害你们命的 无论是兽是人 我必讨他的罪 就是像个人的弟兄也是如此 凡留人血的 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 因为神造人 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 你们要生养众多 在地上昌盛繁茂 神小玉挪亚和他的儿子说 我与你们和你们的后裔立约 并与你们这里的一切活物 就是飞鸟 牲畜 走兽 凡从方舟里出来的活物立约 我与你们立约 凡有血肉的 不再被洪水灭绝 也不再有洪水 毁坏地了 神说 我与你们并你们这里的各样活物 所立的永约是有记号的 我把红放在云彩中 这就可作我与地立约的记号了 我使云彩盖地的时候 必有红陷在云彩中 我便纪念 我与你们和各样有血肉的活物 所立的约 水就再不泛滥 毁坏一切有血肉的物了 红毕陷在云彩中 我看见 就要纪念 我与地上各样有血肉的活物 所立的永约 神对挪亚说 这就是我与地上 一切有血肉之物 立约的记号了 出方舟 挪亚的儿子就是 陕 韩 亚福 韩是迦南的父亲 这是挪亚的三个儿子 他们的后裔分散在全地 挪亚做起农夫来 栽了一个葡萄园 他喝了园中的酒便醉了 在帐篷里赤着身子 迦南的父亲 看见他父亲赤身 就到外边告诉他两个弟兄 于是 闪和亚福拿件衣服搭在肩上 倒退着进去 给他父亲盖上 他们背着脸 就看不见父亲的赤身 挪亚醒了酒 知道小儿子向他所做的事 就说 迦南当受咒诅 必给他弟兄做奴仆的奴仆 又说 耶和华 陕的神是应当称颂的 愿迦南做陕的奴仆 愿神使亚福扩张 使他住在陕的帐篷里 又愿迦南做他的奴仆 洪水以后 挪亚又活了350年 挪亚共活了950岁就死了 创世纪 第十章 挪亚的儿子 陕、韩、亚福的后代记在下面 洪水以后 他们都生了儿子 亚福的儿子是 戈灭、马各、马代、亚丸、土巴、米舍、提拉 戈灭的儿子是 亚什基拿、立法、陀加玛 亚丸的儿子是 以利沙、他师、基提、多丹 这些人的后裔 将各国的地土海岛分开居住 各随各的方言宗族立国 韩的儿子是 古石、麦西、福、迦南 古石的儿子是 西巴、哈菲拉、撒福他、拉玛、撒福提加 拉玛的儿子是 士巴、底旦 古石又生宁禄 他为世上英雄之首 他在耶和华面前 是个英勇的猎户 所以俗语说 像宁禄在耶和华面前 是个英勇的猎户 他国的起头是 巴别、以利、亚甲、甲尼 都在士拿地 他从那地出来往亚树去 建造尼尼威、利和博、加拉 和尼尼威、加拉中间的利先 这就是那大城 麦西生陆迪人、亚拿米人、利哈比人、拿福土西人、帕斯鲁西人、加斯鲁西人、加斐托人 从加斐托出来的有菲利士人 加南生长子西顿 又生贺 和耶布斯人、亚摩利人、格加萨人、西魏人、亚基人、悉尼人、亚瓦底人、喜马利人、哈马人 后来加南的诸族分散了 加南的境界是从西顿向基拉尔的路上直到加萨 又向索多玛、俄摩拉、亚马、喜扁的路上直到拉沙 这就是韩的后裔 各随他们的宗族方言所住的地土邦国 亚福的哥哥陕是西伯子孙之祖 他也生了儿子 陕的儿子是以兰、亚树、亚法萨、路德、亚兰 亚兰的儿子是乌斯、布勒、基帖、马斯 亚法萨生沙拉 沙拉生西伯 西伯生了两个儿子 一个名叫法勒 因为那时人就分地居住 法勒的兄弟名叫约滩 约滩生亚摩达、沙列、哈萨马菲、耶拉、哈多兰 乌萨、德拉、俄巴路、亚比玛利、士巴、阿斐、哈菲拉、约巴 这都是约滩的儿子 他们所住的地方是从米沙直到西发东边的山 这就是陕的子孙 各随他们的宗族方言 所住的地土邦国 这些都是挪亚三个儿子的宗族 各随他们的支派立国 洪水以后 他们在地上分为邦国 创世纪 第十一章 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 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 在士拿地遇见一片平原 就住在那里 他们彼此商量说 来吧 我们要做砖 把砖烧透了 他们就拿砖荡石头 又拿石漆荡灰泥 他们说 来吧 我们要建造一座城 和一座塔 塔顶通天 为要传扬我们的名 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 耶和华降临 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 耶和华说 看哪 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 都是一样的言语 如今既做起这事来 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 就没有不成就的了 我们下去 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 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 于是 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 他们就停工 不造那城了 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 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 所以那城名叫巴别 陕的后代记在下面 洪水以后二年 陕一百岁生了亚法撒 陕生亚法撒之后 又活了五百年 并且生儿养女 亚法撒活到三十五岁 生了沙拉 亚法撒生沙拉之后 又活了四百零三年 并且生儿养女 沙拉活到三十岁 生了西伯 沙拉生西伯之后 又活了四百零三年 并且生儿养女 西伯活到三十四岁 生了法勒 西伯生法勒之后 又活了四百三十年 并且生儿养女 法勒活到三十岁 生了拉乌 法勒生拉乌之后 又活了二百零九年 并且生儿养女 拉乌活到三十二岁 生了西伯 拉乌生西伯之后 又活了二百零七年 并且生儿养女 西伯活到三十岁 生了拿赫 西伯生拿赫之后 又活了二百年 并且生儿养女 拿赫活到二十九岁 生了塔拉 拿赫生塔拉之后 又活了一百一十九年 并且生儿养女 塔拉活到七十岁 生了亚伯兰 拿赫 哈兰 塔拉的后代记在下面 塔拉生亚伯兰 拿赫 哈兰 哈兰生罗德 哈兰死在他的本地 迦勒底的乌尔 在他父亲塔拉之先 亚伯兰拿赫各娶了妻 亚伯兰的妻子名叫撒莱 拿赫的妻子名叫密加 是哈兰的女儿 哈兰是密加和义加的父亲 撒莱不生育 没有孩子 塔拉带着他儿子亚伯兰和他孙子哈兰的儿子罗德 并他儿父亚伯兰的妻子撒莱出了加勒底的乌尔要往迦南地去 他们走到哈兰就住在那里 塔拉共活了二百零五岁就死在哈兰 《创世纪》第十二章 耶和华对亚伯兰说 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 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 我必叫你成为大国 我必赐福给你 叫你的名为大 你也要叫别人得福 为你祝福的 我必赐福于他 那咒诅你的 我必咒诅他 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 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 罗德也和他同去 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 年七十五岁 亚伯兰将他妻子撒来和执尔罗德 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 所得的人口都带往迦南地区 他们就到了迦南地 亚伯兰经过那地 到了事件地方摩利橡树那里 那时迦南人住在那地 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 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 亚伯兰就在那里 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 住了一座坛 从那里他又迁到 伯特利东边的山 支搭帐篷 西边是伯特利 东边是爱 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 住了一座坛 求告耶和华的名 后来亚伯兰又渐渐迁往南地区 那地遭遇饥荒 因饥荒甚大 亚伯兰就下埃及去 要在那里暂居 将近埃及 就对他妻子撒来说 我知道你是容貌俊美的妇人 埃及人看见你必说 这是他的妻子 他们就要杀我 却叫你存活 求你说 你是我的妹子 使我因你得平安 我的命也因你存活 即至亚伯兰到了埃及 埃及人看见那妇人极其美貌 法老的臣子看见了他 就在法老面前夸奖他 那妇人就被带进法老的宫去 法老因这妇人就后代亚伯兰 亚伯兰得了许多牛羊 骆驼 公驴 母驴 扑币 耶和华因亚伯兰妻子撒来的缘故 讲大哉与法老和他的全家 法老就召了亚伯兰来 说 你这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 为什么没有告诉我 她是你的妻子 为什么说她是你的妹子 以致我把她娶来 要做我的妻子 现在你的妻子在这里 可以带她走吧 于是 把老吩咐人将亚伯兰和他妻子 并他所有的都送走了 创世纪 第十三章 亚伯兰带着他的妻子与罗德 并一切所有的都从埃及上南地去 亚伯兰的金银牲畜极多 他从南地渐渐往伯特利去 到了伯特利和爱的中间 就是从前支搭帐篷的地方 也是他起先筑坛的地方 他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 与亚伯兰同行的罗德 也有牛群羊群帐篷 那地容不下他们 因为他们的财物甚多 使他们不能同居 当时迦南人与比利西人在那地居住 亚伯兰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相争 亚伯兰就对罗德说 你我不可相争 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 因为我们是骨肉 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 请你离开我 你向左 我就向右 你向右 我就向左 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 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 那地在耶和华 未灭索多玛俄摩拉以先 如同耶和华的园子 也向埃及地 于是罗德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 往东迁移 他们就彼此分离了 亚伯兰住在迦南地 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邑 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 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最大恶极 罗德离别亚伯兰以后 耶和华对亚伯兰说 从你所在的地方 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 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 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 直到永远 我也要使你的后裔 如同地上的沉沙那样多 人若能数算地上的沉沙 才能数算你的后裔 你起来 纵横走遍这地 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 亚伯兰就搬了帐篷 来到西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居住 在那里为耶和华住了一座坛 创世纪 第十四章 当安拉菲做士拿王 亚略做以拉萨王 七大老马做以兰王 提达做哥因王的时候 他们都攻打索多玛王比拉 俄摩拉王比萨 亚马王士纳 西扁王善以别和比拉王 比拉就是索尔 这五王都在西定谷会合 西定谷就是沿海 他们已经侍奉基大老马十二年 到十三年就被判了 十四年 基大老马和同盟的王 都来在亚特律加宁 杀败了利法因人 在哈迈杀败了苏西人 在沙威基列亭杀败了以米人 在和利人的西尔山杀败了和利人 一直杀到靠近旷野的伊勒巴兰 他们回到安密巴 就是加迪斯 杀败了亚马利全地的人 以及住在哈西逊他马的亚摩利人 于是索多玛王 俄摩拉王 亚马王 西扁王和比拉王都出来 在西定谷摆镇与他们交战 就是与以兰王七大老马 哥印王提达 施拿王 按拉非 以拉萨王 亚略交战 乃是四王与五王交战 西定谷有许多十七坑 索多玛王和俄摩拉王逃跑 又掉在坑里的 其余的人都往山上逃跑 四王就把索多玛和俄摩拉 所有的财物 并一切的粮食都掳掠去了 又把亚伯兰的侄儿罗德 和罗德的财物掳掠去了 当时罗德正住在索多玛 有一个逃出来的人 告诉西伯来人亚伯兰 亚伯兰正住在亚摩利人 曼利的橡树那里 曼利和以十个并亚乃 都是弟兄 曾与亚伯兰联盟 亚伯兰听见他侄儿被掳去 就率领他家里生养的 精炼壮丁三百一十八人 直追到弹 便在夜间 自己同仆人分队杀败敌人 又追到大马士革左边的河靶 将被掳掠的一切财物夺回来 连他执尔罗德和他的财物 以及妇女人民也都夺回来 亚伯兰杀败七大老马 和与他同盟的王回来的时候 索多玛王出来 在沙威谷迎接他 沙威谷就是王谷 又有撒冷王麦基喜德 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 他是至高神的祭司 他为亚伯兰祝福 说 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 赐福予亚伯兰 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 是应当称颂的 亚伯兰就把所得的 拿出十分之一 给麦基喜德 索多玛王对亚伯兰说 你把人口给我 财物你自己拿去吧 亚伯兰对索多玛王说 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 耶和华启示 凡是你的东西 就是一根线 一根鞋带 我都不拿 免得你说 我使亚伯兰富足 只有仆人所吃的 并与我同行的亚乃 以食个 曼利 所应得的份 可以任凭他们拿去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